注意看,这是猎狗和狮子的巅峰对决,狮群不久前捕获到一头水牛,它们聚在一起津津有味地享用大餐,然而欢乐的时光开始没多久,近时中途就被二哥包围了。 这群猎狗的数量之多让狮子不得不警惕起来,毕竟捕猎水牛时已经耗费很大的体力,原本就仍未完全恢复,加上现在拖家带口在吃肉稍有不注意,不仅肚子没填饱,甚至连小狮子的安全也难以保证。 狮子明显仍未吃饱,不肯退让。 这些鸡肠碌碌的猎狗在旁边虎视眈眈,一直发出刺耳的干扰声,严重影响了狮群进食的心情。 为了安全起见,一头母狮趴在地上警戒不怀好意的猎狗,防止它们过来抢食,另一头母狮则带着小狮子在快速吃肉。 随着猎狗数量越举越多,它们的胆子也慢慢大。 看起来逐渐向猎物逼近,毕竟现在有数量优势,加上狮群忙着吃肉,无暇理会这帮想要打劫的强盗。 眼看水牛肉越来越少,而狮子却没有退让的,围观的猎狗开始坐不住,一起向狮群施加压力。 这是一头未成年熊狮发威了,面向猎狗发出严厉的警告,猎狗嚣张的气焰瞬间被浇灭。 紧接着翅膀的熊狮趴在食物旁边,保护族群成员安全进食,仍不死心的猎狗并没有散去。 它们开始分散狮子的注意力,在附近团团包围了起来,吃肉的狮子不得不停了下来。 看到这么多的猎狗,小狮子十分害怕,虽然还没有吃饱,但是有的已经无心进食,在那里焦躁不安。 就在这时,未成年的熊狮又站了出来,很快,母狮迅猛冲了出去,双方就这样开始大力出手,一只猎狗成为母狮的卸妆目标被翻在地。 然而,它很快就成为猎狗攻击的对象,因为管不住,它拼命地进行防御防御,好在其他狮子也赶了过来,这才化解了危机,只开了进食的狮子。 部分猎狗已经趁机开始抢救,实力熊士连忙回来,不时被猎狗身旁思维,双方的打斗异常激烈。 一头母狮由于主动出击,迅速被成群的猎狗围殴,情况万分危机。 所幸,另一头女士加入战斗,这才让猎狗群为了吃到肉,此时猎狗群也是步步紧逼对着狮子发起猛。 进攻,猎狗占据数量优势,狮子也不甘心就这样放弃猎人,双方打得难解难分。 就在局面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远方一个霸气的身影出现,正在火速朝着这边奔跑过来。 原来狮王远远就看到了这个发生战斗,然后马不停蹄地赶过来支援。 看到狮王的逼近,连战的记者,狐狼都没准。 嚣张至极的猎狗则已经无心强食,开始四处跑,在非洲大草原上作为顶级的捕食者,只要失误。 站为己有的猎物,别说是猎狗,就算是母狮和小狮子,也要等它吃饱才能靠近。 仍有不甘心的猎狗还在远远观望,但已经完全不敢靠近半步, 毕竟为了一口吃的而搭上性命,那绝对是不明智的决定。 没想到最后食物落到狮王的手上,看来猎狗今天只能挨饿。 一头狮子正在伺要猎狗,其他猎狗很快就包围并围攻狮子。 那么一头雄狮和一群猎狗大战,哪一方会胜利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一头雄狮正在巡视自己的领地,正好碰上一个数量庞大的猎狗群。 猎狗女王打起了歪主意,想干掉狮子,接手这片草原的统治权。 一方是草原霸主狮子,另一方则是号称草原老二的猎狗群。 显然,哪一方都不是好惹的,要是争夺。 狮权必定不会闪了。 只见猎狗把狮子包围在中间,但没有一个敢发起攻击, 而狮子的表情明显没把这群猎狗放在眼里。 在猎狗不断地骚扰下,狮子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那就是擒贼先擒王。 随后,狮子找准猎狗女王的位置,向猎狗女王慢慢走去, 接着突然发起进攻,猎狗女王被狮子一口咬住了摩擦, 而其他猎狗见到这个。 民警赶紧上前营救狮王,转身对猎狗群做好战斗准备。 每个猎狗都很分,但面对狮子的威压,却没有一个敢主动发起攻击。 这一战展现了狮子在草原不可取代的权威,狮子又恢复到藐视一切的表情, 猎狗个个都在三米以外不敢上前。 随后,狮子又向猎狗女王走去,而猎狗女王在之前狮子的攻击下已经丧命, 狮子再次撕咬猎狗女王的身体,其他猎狗可不知道女王是死是活。 赶紧上前撕咬狮子营救王,但很快就被狮子反手扑倒一只猎狗撕咬。 这时,其他猎狗一拥而上,反攻狮子,狮子吃痛松开猎狗,转身大战猎狗群。 猎狗群很快散开,不敢和狮子。 阎刚没想到一头熊狮子就能震慑数十只的猎狗。 现在猎狗只敢和狮子保持五米以上的距离,再也不敢上前, 只能在远处恐惧大的好狮子再次走向猎狗女王的身体趴下。 继续撕咬猎狗女王,这时的猎狗群已经认清了形势,没有再冲上来。 狮子回头看向猎狗,露出了满意的表情,猎狗只能远看。 随后,狮子叼起猎狗女王的身体,再次宣告自己的草原地位, 接着丢下死去的猎狗女王向远方走去。 而狮子和猎狗之间的战争还会继续下去, 因为这是属于狮子和猎狗在草原中宿。 命得战斗,几头母狮发现了一头落单的猎狗, 狮群们前追后堵的很快就把猎狗扑倒在了地上。 这种战术是母狮们最常用的一种狩猎技巧, 不过现在可不是狩猎的时间, 他们今天的目标是准备除掉自己一生的仇敌。 面对丝头母狮密不透风的围攻, 这只猎狗发出了绝望的哀号。 这次母狮们均已起了杀心, 所以他们决定是必要把这个猎狗斩于马下。 丝头母狮这次击,似乎瞬间就秒杀了猎狗, 猎狗根本没有任何的反手之力就被狮子锁猴致死。 事实上,在有些地方, 被狮子咬死的猎狗高达50%以上, 当然,他们绝大部分还是死于雄狮之口。 这只放风的猎狗自以为有同伴在自己附近, 再加上本身自己也比较彪悍, 所以他觉得根本不用提高警惕, 也没有动物敢来找自己的麻烦。 但远处的熊狮可不是开玩笑的, 被他抓到是绝对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的。 熊狮悄悄地移动到距离猎狗还有5米, 时便发动了袭击, 血脉上的压制让猎狗毫无任何的招架之力, 熊狮很轻易地就锁住了猎狗的喉咙, 接下来就是慢慢地享受猎狗的生命在自己的掌握中慢慢地流逝。 而猎狗所谓的那些同伴们却只能在远处眼睁睁地看着接下来的这只猎狗, 小编觉得他绝对是史上最称职的家长。 你说他大半夜地不睡觉, 领着两只幼崽在家门口逛来逛去, 但随后这个永不抛弃的家长就像个蟑螂一样开始逃窜剩下的两只幼崽一个逃到了狗窝里, 一个被熊狮扑倒在地儿, 那个以家庭纽带著称的猎狗却早已不见了踪影。 这真是应了那句老话, 猎狗本是同林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都看到这里了, 就赏给小编一个强烈推荐吧, 就那个小洞, 小编也能爬进去。 大家都知道猎狗和狮子的地盘会重叠在一起, 所以熊狮也会时常搜寻幼崽的洞穴, 然后将未来的竞争对手扼杀在摇篮中。 这两头熊狮明显是找到了猎狗的一处洞穴, 并且从里面把幼崽给拽了出来, 远处的两只猎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幼崽命绝身王, 如果跑得慢, 自己可能也交代在这里。 说到狮子与猎狗, 我们就不得不说一说连杀两人猎狗女王的银态度没拉了。 这个猎狗女王正在带领族群狩猎斑马, 但这次他们遇到了巡逻归来的银态度没拉, 这家伙无时无刻不再准备扫出猎狗, 他直接锁定了猎狗女王, 并且把他扑倒在了地上, 然后便狠狠地撕咬他的脊椎和喉咙。 其余的猎狗在看到这个远赫的猎狗杀手时, 他们早已逃得不见了踪影, 丢下这个断了脊椎的女王独自等死。 但就在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 他的女儿来到了他的面前, 他看着母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据说他吃掉了自己的母亲。 接下来就是这个刚刚上任的猎狗新组长。 这是一个狂傲自负的家伙, 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不断地挑衅杜梅拉的哥哥莫迪福和母狮群, 并且无视了熊狮的地盘标记。 他的这一行为彻底激怒了在灌木丛中休息的淫。 杜梅拉, 这个盛名远扬的熊狮, 一生都在扫除猎狗, 猎杀猎狗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复仇。 杜梅拉浓密的鬃毛代表着他极具活性与力量, 奔跑的过程中更是霸气侧漏, 但就是这一段视频也成为了不法分子猎杀他的原因。 这是杜梅拉在事实留下的最后一段影响。 然而让许多猎狗都闻风丧胆的银泰杜梅拉, 却让人类做成了标本, 两头狮子前追后堵, 这只猎狗再无任何的逃生希望, 他也为自己的自负与狂傲付出了代价。 九只班猎狗与九只狮子陷入激战, 狮子的体型更大, 单兵作战能力强悍, 但班猎狗擅长团战, 他们配合默契,战术狡猾。 这场草原霸主之间的争夺, 究竟谁能全身而退? 我们接着往下看, 现在是旱季的高峰期, 白天气温高达40度, 狮群擅长坚守水源, 等待猎物。 随着夜幕的降临, 食草动物们纷纷赶来饮水, 但小狮子的急躁经常吓跑到嘴的猎物, 这让狮群的捕猎计划多次落空。 现在是凌晨两点, 附近没什么猎物, 狮子家族准备躺下休息。 突然远处的草丛传来一阵躁动, 58000狮群迅速集结赶往现场, 使猎狗们正在捕猎。 这是个坐享其成的机会, 猎狗有着草原大盗的恶名, 它们经常抢夺大猫的食物。 但狮子抢夺猎物的频率更高, 九头狮子鸡肠鹿鹿, 强大的狮群轻易地赶走了五只猎狗, 它们毫不客气, 开始狼吞虎咽地享受领养, 这是狮子们最喜爱的食物之一。 作为年龄最小的幼崽, 玛雅只能吃一些残羹剩饭, 狮子的行为让猎狗的努力化为徒劳, 它们是丛林中的战士, 不惧怕任何强敌, 绝不会将猎物拱手相让。 五只猎狗很快就来了援军队友, 数量激增到九只, 狮子们正在埋头大吃, 并未注意到战场形势的变化。 领头的此狮发现了不对劲, 它敏锐察觉到了不断加剧的紧张感, 眼见羚羊被大量吞食, 所剩无几, 猎狗家族开始果断采取行动, 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是时候夺回属于它们的晚餐, 猎狗们僵尸群团团围困, 它们发出圣人的战地嚎叫, 试图让对手知难而退。 然而, 作为这片领地的统治者, 诗词, 必然不会轻易认输, 玛雅的母亲站出来冲向猎狗, 但它很快就落入了包围圈, 两头此时跑过来支援, 更多的猎狗也卷入战斗, 情况瞬间升级成一场混战。 九只狮子对战九只猎狗, 看上去双方势均力敌, 但由于小狮子们欠缺实战, 狮群完全处于劣势。 猎狗很快占据了主动, 它们一边战斗一边抢夺, 眼看就要夺回猎物, 一头小狮子试图捍卫。 后翼羊肉, 但最终还是被夺走了, 落败地失去狼狈地退回巢穴。 它们伸受重创, 血迹斑斑。 冲在最前面的领头此时, 现在精疲力尽, 瘫倒在地。 清晨的阳光照射出 狮群的满身伤痕, 小狮子的腹渗出大量血迹, 伤口一旦感染, 它可能很快死掉。 此时首领的情况也一样糟糕, 伤痛让它几乎无法行走。 小狮子试着靠后腿撑起身体, 几经挣扎却始终。 大战里一群水牛慢慢走来, 北美的水牛足够狮群饱餐一顿, 然而首领此时身受重伤, 失去除了观望什么都做不了, 它们正陷入严重的危机, 此一战让失去元气大伤。 狮子是草原上的顶级猎食者, 而且狮子被称为草原之王, 那就说明它的实力。 强, 那么其捕食能力自然不用多说, 一般的动物见到狮子都被吓得屁滚尿流, 所以狮子捕食的时候也很顺利。 不过在草原上还有一种动物, 它也是草原上的顶级猎食者, 而且面对狮子的时候也不怂, 这就是猎狗。 猎狗不仅仅面对狮子不怂, 还经常召集大军围攻狮子, 所以狮子和猎狗也就成为了草原上 最势不两利的两种动物。 只要狮子看到猎狗, 就会冲上去把猎狗咬死。 反过来, 只要猎狗遇到狮子捕食, 肯定会生出来抢食的想法。 看, 这群狮子就被猎狗群盯上了。 猎狗的时机把握得很好, 食群虽然数量不少, 不过刚刚经历了一场捕食大战, 所以现在母狮们都有些累了。 而且, 虽然狮子的数量不少, 不过猎狗的数量却更多, 而且猎狗还在不停地召集同伴。 一个正常的猎狗族群数量近百只, 其中可以战斗的成年猎狗有一半以上, 所以母狮们现在的。 处境很危险, 不过狮子毕竟是狮子, 草原王者的尊严不能不要, 所以狮子坚决守护自己的食物, 而且还朝猎狗发起了攻击。 猎狗当然不会示弱, 找到机会就疯狂地攻击母狮, 母狮们显然有些支撑不住了。 不过就在这时候, 雄狮终于赶到了, 雄狮直接加入战场, 不料猎狗却描怂了, 刚刚还嚣张无比的猎狗, 现在却被雄狮吓得快速脱离战场, 看来雄狮的威慑力果然很强。 千万不要觉得猎狗抢狮失败后, 逃跑就算完了。 如果遇到了发狠的狮子, 猎狗的下场只有一个, 看, 这群猎狗又来抢狮了。 而且, 这次猎狗的数量太多了, 狮群的数量却并不多, 所以, 狮群先放弃了食物, 任由猎狗抢走。 猎狗得到食物后, 马上就开吃了起来, 全然不顾身边还有狮子的存在。 就在这时候, 狮子们找到机会盯上了一只落单的猎狗, 猎狗察觉到了危险, 就赶紧逃跑。 不过狮子的速度很快, 它们直接捉到了这只猎狗, 而且把食物被抢的愤怒全都是放在了这只猎狗的身上。 虽然猎狗的数量有很多, 但是它们却都只顾着进食, 完全没有注意到这边的同伴。 而且, 狮子们咬死这只猎狗以后, 好像提升了极大的士气, 于是又杀了个回马枪朝猎狗群冲去。 猎狗被这群好像发疯的狮子吓到了, 竟然主动放弃了抢来的食物, 看来猎狗也很聪明, 它们都不。 想和那只被咬死的猎狗一场的下场, 这就是狮子和猎狗的战争。 草原上的残酷远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残酷的, 原上没有谁错谁错, 只有物净天则, 适者生存。 狮子与猎狗为了争夺猎物, 在草原上打得不可开交, 有趣的是即将获胜时却被第三者闯入。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去一探究竟, 一群狮子刚刚捕获了一头水牛, 阴魂不散的猎狗也随即赶到。 在面对狮子时, 猎狗们一般都是以数量取胜在残酷的非洲大地上, 也只有二哥猎狗才能威胁到狮子。 现在双方之间的战斗一触即发, 随时准备开打。 我们可以看到, 狮子与猎狗的数量几乎不分上下, 但仔细看会发现, 其中有四只狮子体型较小, 在狮群中还是未成年, 只有三头成年母狮, 似乎还是猎狗们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欺软怕硬的猎狗开始慢慢靠近狮群, 他们常用的套路就是发挥自己潜在的威胁, 利用叫声将狮子激怒, 然后离开猎狐驱逐自己。 一头母狮很快中了猎狗的肩颈, 他站起身来, 准备给猎狗群一点颜色瞧瞧, 但考虑到猎狗精湛的韬缸技术和恐怖的咬合力, 此时他的理智战胜了木火, 现在留在猎狐身边才是最好的选择。 猎狗在一旁虎视眈眈的看着, 一时之间, 局面陷入了僵持, 臭名昭著的猎狗越聚越多, 似乎已经做好了进攻的准备。 但就在这时, 草原上另一个强大的队伍也来到了这片地方, 这些身体强壮的水牛浩浩荡荡地聚集在一起, 他们内部达成了某种共识, 如果几百上千头水牛同时向狮子和猎狗发起冲锋, 那他们的下场一定很惨。 水牛忽视了猎狗僵尸, 全是为威胁, 其中领头水牛已经做好与狮子大干一场的准备, 他想要拯救狮群口中的同伴。 当水牛靠近狮狮子非常的恐惧, 瞬间远离了猎物。 不过此时水牛已经发现族人没有了生命气息, 所以他为了自身的安危选择暂时离开。 俗话说, 牛气冲天, 水牛要是发起怒来, 狮子也要暂比锋芒。 水牛与狮子之间的恩怨已经持续了数千年, 所以他们非常了解如何运用自身的优势与狮子搏斗。 但这次他们明显不想为了一具尸体与狮子大战, 所以他们将战场留给了猎狗。 狮群与猎狗的大战一触即发, 一头狮子在原地警戒, 另外两头狮子向猎狗发动了攻击。 很快, 一头母狮和猎狗牛打在一起, 其余猎狗快速上去支援。 要知道, 猎狗一直是团体作战的, 这样的混战能很大发挥他们的优势。 可以说, 猎狗在草原上的团战能力是数一数二的。 这次较量双方都没有吃亏, 很快他们便爆发了第二次战斗。 猎狗女王指挥陈鸣, 集中力量攻击一只狮子, 面对众多猎狗的饲养, 狮子明显处于下风, 而且还要注意保护自己的臀部。 要知道, 非洲二哥的韬刚绝技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就在双方打斗的难舍难分时, 一头雄狮出现在战场上, 雄狮能够轻易分辨出猎狗女王的位置, 所以猎狗们只能选择放弃。 但接下来出现了令人惊讶的一幕, 两只母狮竟然和雄狮打起来了, 看样子他们不是来自同一个狮群的。 最后当然是雄狮打败了猎狗与母狮, 凭借其强大的实力独占凹头。 一群狮子正津津有味地享受食物, 在他们的身旁围堵了数量众多的猎狗。 这些臭名昭著的猎狗早已达成一致的意见, 他们决定抢夺狮群的猎物。 想到对方是凶猛的狮群, 猎狗群也完全知道他们的危险性, 因此他们现在的计谋是使用吵闹声来逼迫狮群来追赶他们。 假如现在只有一头母狮, 猎狗群早就把母狮无马分尸了。 但现在面对的是狮群, 猎狗还需要使用谋略, 平时脾气暴躁的狮子怎料今天变得异常平静? 刚开始他们直接对猎狗的嚎叫置之不理, 现在他们的首选目标是喂饱自己。 看起来他们并不在意猎狗的数量, 因为狮群认为这些猎狗不敢来招惹他们的, 就从狮群的镇定自若就可以看出 他们并非是善良的差。 在这个间隙的过程中, 猎狐被啃狮的所剩无几, 所以猎狗女王决定主动出击。 一部分猎狗先挑进了一只母狮, 在它反击之后, 这群猎狗快速。 上去, 猎狗并不想与狮子战斗, 只是为了将它驱赶。 在猎狗群折返回到猎狮旁, 他们开始撕咬母狮的屁股, 后方传来的疼痛感使母狮起身反击。 猎狗的目的达到了, 他们就是希望母狮自乱阵脚, 然后靠数量优势围剿母狮。 机灵的母狮自认寡不敌众, 为了自身的生命安全, 他放弃猎狐快速逃离。 在赶走所有狮子后, 这群猎狗也开始大快躲一。 接下来, 这只母狮就有些可怜了, 一群猎狗正凶猛围攻他, 而他的同伴早已逃之夭夭, 留下他一尸独自。 面对猎狗的攻击, 这次的猎狗与往常有些不一样, 他们看起来似乎要将母狮杀死不可, 但是母狮以少打多的猎狮让他消化了大量的体力, 在其他猎狗折返回到战场后, 这头母狮才意识到处境的危险, 而这次母狮想逃跑已经是难上加难了。 八只猎狗将母狮围堵在石头的角落里, 想方设法从各个角度去袭击母狮。 面对这么多猎狗, 母狮感到有些无望, 有的猎狗撕咬母狮的大腿, 有的撕咬母狮的被动, 尽管母狮奋力逃脱, 猎狗群是不会让仇敌逃跑。 这次战斗是由于在白天, 一群狮子袭击了他们族里的一只猎狗, 最后这只猎狗侥幸脱逃后才呼喊着自己的同伴, 还有这样的一场。 突发事件紧接着母狮逃到水坑里, 此时他早已惊慌失措, 这种集体围攻方式让很多狮子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母狮不料被顶上石头边上, 本以为能够逃之夭夭, 但是身受重伤的母狮再次被追赶到水坑里。 这一次即使母狮再如何幸运也难逃猎狗的攻击, 这群猎狗要遭殃了, 他们此时还不知这只孤胆熊狮就是来团灭他们。 熊狮轻易不会主动攻击猎狗群, 那么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情仇, 会让熊狮拼了命也要灭掉这些猎狗? 原来, 这群猎狗在三天前做了一件让他们悔恨终身的事情, 一只刚出生两个月的小熊狮因为贪玩, 不慎跟狮群走丢。 外出捕猎的熊狮归来后, 发现自己的孩子不见了, 于是就开始发动狮群寻找。 没想到在距离他们领地三公里的一个小山坡下, 熊狮找到了这只小狮子, 让人没想到。 这只小狮子已经被咬得残缺不全, 熊狮深知这是猎狗所为, 于是就开始发动族群疯狂报复这群残忍的猎狗。 可能是狮群的报复行为太过激烈, 周围几个不相干的猎狗群都被他们一团灭。 即便这样, 熊狮还是没能找到真正的凶手。 就在熊狮准备收手时, 他在一个小河边很偶然地遇到了一群正在歇息的猎狗, 好巧不巧的是, 他根据气味居然辨别出这群猎狗就是杀害他孩子的凶手。 熊狮的愤怒一下被点燃, 他既没有。 同伴来帮忙, 就自己一人冲进了猎狗群。 猎狗群里突然冲进一只熊狮, 这确实让他们很诧异。 狮子和猎狗是草原上的天敌, 既然狮子主动挑衅, 猎狗必然会上前应战。 只是他们不知道, 这只熊狮正是他们三天前残害的那只小狮子的父亲。 这是一只经验丰富的熊狮, 他面对一群残忍的猎狗时, 他主动半蹲在地上。 这样做是因为猎狗以韬缸绝技名文草, 一旦屁股被咬伤, 即便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熊狮也会瞬间失去。 战斗力, 所以跟猎狗斗, 保护住自己的下盘极为重要。 猎狗们见熊是如此凶猛, 他们也不敢轻易上前。 最重要的是, 这群猎狗现在也是发猛状态, 往常狮子和猎狗只会因为食物发生争斗, 现在他们眼前都没有猎闻。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只熊狮如此愤怒? 就在猎狗们和熊狮对峙的时候, 熊狮突然感觉有些不耐烦了, 它竟转身咬, 像一只比较瘦小的猎狗, 可就在它下口的瞬间, 其余猎狗竟拥而上去撕咬熊狮的屁股, 熊狮慌了。 没想到这群猎狗这么难缠, 为了自保, 它只能继续半蹲身子, 试图找机会去撕咬猎狗。 可这样不是长久之际, 熊狮的每一次主动出击都会遭到猎狗们的疯狂反击, 如果再这样对峙下去, 双方必定会出现伤敌一千次损八百的情况。 熊狮这时候不知道是突然清醒, 还是被猎狗的鸡扎鸡扎的叫声搞完了, 它竟试图转身逃跑, 可这群猎狗这时候不答应。 现在猎狗深知自己占据了上风, 再坚持坚持, 这只熊狮就会因为体。 不知最终投降, 这头四百多斤的熊狮如果真被打败, 可是这群猎狗三天的口粮, 对于残忍的猎狗来说, 这个机会一定不会放过。 就在双方准备一决死战的时候, 一只熊狮的出现突然改变了战局。 没错, 这只亚成年熊狮正是这只受伤熊狮的弟弟, 他在很远的地方就听到了哥哥和猎狗的打斗声, 他的出现让在场的猎狗都吓退了机密。 这可是两头熊狮, 他们的战斗力完全可以抗衡这群猎狗, 猎狗们深知自己没有胜算, 是他们骂骂咧咧地离开了战场, 而两只熊狮为了安全起见也没有去追赶这群猎狗, 毕竟哥哥在刚刚那场战斗中已经伤痕累累。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 复仇的那只熊狮现在全身上下都是被猎狗撕咬的伤口,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养伤至于复仇的事情, 他们会在伤病好了之后再继续进行。 今天这群猎狗虽然侥幸逃跑, 但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 在刚刚熊狮攻击的那几只猎狗中, 几乎每一口都会造成很重的创伤, 如果即使治疗, 他们也活不了多久, 而且还有一个最大的可能, 那就是被猎狗同伴吃掉, 毕竟猎狗群经常会因为食物短缺而发生猎杀同类的情况。 如果没有这只亚成年熊狮出现, 你们认为复仇的熊狮会成功逃脱吗? 一头单只的熊狮碰到20只凶狠的猎狗, 力量和数量的对决结局谁会是赢家? 动动小手点个赞,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场速敌之战。 这头熊狮晃悠悠地走在草原上, 然而它不知不觉闯入了猎狗的领地。 猎狗是领地意识非常强的动物, 作为狮子的勇士仇敌, 这群猎狗想依靠数量的优势给面前的这个入侵者点颜色看看。 仇人见面无需多言, 在猎狗女王的号令下, 猎狗们迅速集结, 对这头熊狮发起进攻。 单只的猎狗作战能力不敌狮子, 但是这么大一群猎狗, 战斗力绝对不容小觑。 只见熊狮抓住一只猎狗, 然后就是猛地撕咬, 显然它并没有因为对方狗多就乱了阵脚。 松开嘴里的猎狗, 熊狮怒视着身边的进攻者, 还想进犯的猎狗被它刚才的攻击吓得连连后退, 第一回合熊狮就给猎狗。 军团来了个下马威, 在反观刚才遭到攻击的这只猎狗, 情况似乎不太妙, 葬施战斗力的他赶忙脱离了战场, 也只能怪他运气不太好, 那么多的队友偏偏就他成为了重点打击目标, 估计他现在很后悔刚才冲得太靠前了。 为了避免遭到二次伤害, 猎狗一蹶一拐地又拉开了一段距离, 身体的疼痛让他脸上尽显狼狈, 经过刚才的交手, 也让猎狗们意识到了面。 这头熊狮的不简单, 这绝不是一头刚混江湖的熊狮, 强大的亡者之气让猎狗们不寒而栗。 而熊狮面对的众我寡的局势, 没有丝毫的恐惧之意, 陈卓冷静地观察着猎狗群的动向, 以制定自己的作战方案。 猎狗们围在熊狮身边低声吼叫着, 看似是在示威恐吓, 其实是用的吼来掩饰内心的恐惧和不安。 虽然熊狮压根没把这群猎狗放在眼里, 但为了摆脱链, 凡人的纠缠, 他现在需要找个突破口。 只见熊狮眼睛盯向不远处受伤的猎狗, 踏着亡者步伐朝目标缓缓走去。 他是准备针对一个目标攻击, 以及溃其他猎狗的心理防线起到杀鸡警猴的作用。 受伤的猎狗来不及逃跑, 就被熊狮扑倒在地, 熊狮抓住地上的猎狗, 用嘴狠狠地咬断他的脊椎。 其他猎狗见状, 火速上千支援队, 熊狮展开二次进攻。 看到地上奄奄一息同伴的下场, 其他猎狗已然被熊狮吓破了, 他为了避免无意义地送狗头, 没有一个赶在正面硬刚。 草原之王的气场真不是盖的, 只一个眼神就足以把猎狗吓得仓皇逃窜。 看着眼前一帮虚张声势的家伙, 熊狮狂傲中带有一丝布, 目的已经达到, 略感无趣的他, 回身便往地上的猎狗走去, 抓起来又是一顿输出。 看到同伴的惨状, 猎狗在女王的号令下发起第三次进攻。 一番操作, 显息又有一只猎狗因此丢了性命, 队伍再次被熊狮击溃。 三次交手, 猎狗群的士气严重受挫, 深知眼前的折头。 熊狮完全不是他们能惹得起的恶魔,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猎狗女王再不敢让同伴上前, 只能远远地待在原地见机行事。 平日里嚣张跋扈的草原二哥在大哥面前完全没有了以往的锐气, 一头熊狮就教会他们草原老二的正确做法。 百无聊赖的熊狮福在地上吃起了狗肉, 但是刚咬了两口就挣住了, 发现味道和传言中一样确实很臭。 身后的猎狗群被熊狮折, 做法搞得愤怒难耐, 但是他们有毫无办法, 而熊狮此时还没放弃折腾, 对着猎狗的尸体就是一阵玩弄, 这是妥妥的杀意警百, 但是效果却出奇地好, 因为它有足够的实力让身后的猎狗沉浮。 发泄了一通的熊狮看到身后一个赶上前的都没有感觉, 在这待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便起身大摇大摆地潇洒离去, 只留下战败的猎狗在风中凌乱。 感谢观看,点个关注, 下期再见。